喜欢在台湾生活 还是喜欢新加坡 还是喜欢澳洲 他看过最美丽的捷运站 是吗 小朋友坐到书桌上的时候 他就会争承 你爱马来西亚吗 有个问题啊 你是哪里人 哈啰 哈啰 我们之前的影片啊 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哥哥明天要正式 踏入这个小学的生活 上小学之后呢 难免就是会多花 稍微多一点点时间 在书桌前面做功课之类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好的台灯 非常的重要 今天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你知道吗 小杜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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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分享什么 灯 灯 对不对 没错 因为读书的时候 这个光线是非常重要 为了小朋友的眼睛着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BenQ的 MyDuo I Care Reading Lamp 就是这个 亲子护眼台灯 为什么他叫 亲子护眼台灯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收到的这个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刚好我也在寻找 适合小朋友用的台灯 如果有在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朋友 可能知道 我们家哥哥是一个大书虫 他非常的喜欢读书 对不对 哥哥是不是很喜欢读书 那你喜欢吗 还有几个特点 是我非常喜欢的 妈妈也呢 爸爸就读书了 爸爸说 他说 王文 那我跟着 哦 Good job 这个台灯有几个 我非常喜欢的特点 这个已经跟我们当年使用的 那种古早台灯 已经完全不一样 这完全是高科技 我觉得超实用 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这个台灯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 就发现它一个非常棒的点 就是它的光非常的均匀 而且照得非常的广角 再来雷塔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虽然在室内都是开一样的灯 但有时候环境的不一样 或者是天气不同 时间不同 你的房间的灯光亮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台灯 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雷塔会随着你的环境 去调整你的灯光 因为毕竟有时候小朋友还小嘛 他也不懂那个光到底够不够用 所以它这个上面 它有一个三个显示的功能 如果当这个灯太亮的时候 它会显示蓝色 如果刚刚好的时候 它会显示绿色 如果是太暗的话 它就会显示为红色 也可以开启这个自动调光的功能 它就会自动 依照这个环境去改变它的亮度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棒的优点 就是因为像我们家的小朋友 常常走到哪去开灯 或者就忘记关了 或者是就是忘记开灯 黑妈妈就在读书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台灯就是非常棒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自动开关 当小朋友坐到书桌上的时候 他就会侦测 小朋友来了 然后就赶快把灯打开 小朋友离开之后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小朋友离开的时候 忘记关的话 它的开关非常简单 只要你手碰一下 它就可以开关了 那如果真的忘记的话 也没有关系 它的自动开关功能 在你离开30分钟之后 没有侦测到人的话 它就会关掉了 帮大家节约能源 少付一点电费 大家有没有觉得它今天很安静 因为我特别挑了这个食物 把它的嘴巴塞起来 是吗 这个灯除了刚才提到 它的亮度可以做调整之外 它的颜色都是可以做调整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晚上 睡觉前在跟小朋友一起读书的时候 这时候就需要一点比较柔和 比较浪漫 比较relax一点的灯光 这时候你就可以调到它的 黄灯的模式 比如说小朋友的时候在做功课 或者是需要用到3C产品的时候 你就可以调到白光 最后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点 它有一个贴心的小设计 就是它这个旁边有一个USB孔 所以当小朋友如果需要充电 或者是妈妈在旁边滑手机需要充电 就可以一边用这个USB在旁边 一边充电不怕没电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 就是这个BenQ的台灯 详细的资讯 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因为常常有人看了影片就问我说 这个东西要哪里买 所以请参考我们的资讯栏 所有的资讯都会放在那边 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上一个影片又被锁住了 是吗 没有关系啊 对啊我们的影片依然被锁住了 大家如果还没有看我们上个影片的话 记得我把链接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个人还蛮喜欢那个影片的啦 爸爸说这是他看过最美丽的捷运站 哦我以为是雕像 它是图 这个就是 Stadium的捷运站 旁边就是Indo Stadium 我们现在进来 这是一个 Sports Museum 如果是住在新加坡 进来是不用钱的 第一个 准备 跑 开始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好 又是同样一个场景 开始之前 妈妈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哪里人 新加坡 新加坡人吗 新加坡家 新加坡可爱 新加坡可爱 他们每次的答案其实会不太一样的 他今天想要说新加坡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 因为我就是台湾人嘛 对不对 但是对我 台湾人 对妈妈在台湾出生的 但是其实对他们来说 我吗 你有在新加坡出生吗 对你在新加坡生的 但对他们来说 目前他们就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地方 今天会讨论到这个主题 主要是因为 有时候都会有人问我们说 你们喜欢在台湾生活 还是喜欢新加坡 还是喜欢澳洲 所以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是真实的想法 对我来说 就是台湾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然后我的家人啊 朋友啊 大部分也都是在台湾 阿公阿公阿嬷在台湾 你的阿公阿嬷在台湾 你可以坐好吗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Huck Huck again Huck OK Huck like this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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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 这台湾是我的家 就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我在那里出生长大 然后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幼儿时光 那对我来说 新加坡现在也算是我的家 因为毕竟我们住在这里 我们还有去马来西啊 对我们还有去马来西啊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住了12年多了嘛 然后两个小瓜呢 他也是在这边出生 在这边长大 在这边受教育 我的看着新加坡 我一个台湾出生 那你怎么回来 我怎么回来 我坐飞机来的 你baby吗 没有 我长大了才来的 你baby吗 我不是baby啊 你才是baby啊 坐好坐好 你是baby吗 你是baby吗 因为我跟S爸呢 算是在这边成家立业的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里结婚嘛 在这里生小孩 他们两个也是在这里出生 然后在这里长大 在这里受教育 哥哥以后也是要在这里当兵的 OK 当兵是什么 当兵啊 就是去军队里面 军队里面是什么 去阿米里面 阿米里面 去保护国家 保护国家 以后你长大就懂了好吗 为什么保护国家 为什么他变阿米 对阿 哥哥以后要去当军人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啊 因为 因为他要保护国家 为什么他要保护国家 为什么 所以我爱台湾我也爱新加坡 然后我也爱欧洲 为什么爱欧洲勒 你知道为什么爱欧洲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 因为我跟S爸是在欧洲认世 然后我们两个在那里 度过了我们青春的 黄金岁月 哦你爱马来西亚吗 我也爱马来 我很喜欢马来西亚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我爱马来西亚 因为我如果说我爱马来西亚 好像有点浮华了 因为毕竟我只去那里旅游过 当然我很爱去那里玩啦 我是很老实的跟大家分享 ok 我算得非常非常百分之百的很喜欢去马来西亚玩 我也喜欢这个国家 我也喜欢马来西亚的人 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人都非常和善热情又善良 这些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心真意 ok 但是我如果讲到爱我觉得是有点夸张啦 毕竟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搬去马来西亚生活好几年 我可能可以说我很爱这个地方 也是因为有了澳洲 妈妈可以就要快吗 快 ok 也是因为有了澳洲的就认识了Aespa 然后才有今天的 Life with SS SS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是人家常问 你比较爱你的爸爸还是比较爱你的爸爸 或者是你比较爱你的小孩还是比较爱你的老公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都是一样的爱 都是一样的爱但是又不同的爱 我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啊 那你比较爱爸爸还是比较爱妈妈 妈妈 妈妈没有notty 妈妈没有notty 爸爸notty是不是 爸爸notty 爸爸有notty是不是 有 爸爸在看video哦 爸爸有notty吗 没有 没有啊 很会做人嘛 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工作啊 我的脑我看不到宝宝 你看不到宝宝 但是他看得到你哦 为什么宝宝看得到我 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了 记得 订阅分享哟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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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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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什么东西啊 Beach Beach 你要去海边玩是不是 嗯 要小心講 不然人家誤會你的意思 好好可以我們改天去 對對改天去 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可以 可以 好啦你坐好 好可以可以 好